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预计是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到吧 然后要提一下的是我们今天住的hotel是那个onehotel 所以我也是有一点小期待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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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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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去完沙滩 然后感觉还不错 天气很好 完全地脱离了纽约的 这个寒冷天气 但是我刚刚穿完衣服的时候 已经太阳下山了 那就明天再来看看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杨茜茜 我在酒店的rooftop那里 然后这里有一个餐厅是吃日本餐的 然后这里的环境也很好 正好现在就是那个日落时间 看到整个沙滩还有那个日落 然后我后面那里还有一个bar之类的东西 可以喝酒什么的 我们上菜了 然后看起来是很西式的日本餐 看起来是不怎么样的 还是主要是环境吧这家餐厅 甜品吃甜品 我现在刚刚吃完饭 然后回房间换了个泳衣下来泡温泉 感觉这边的生活真的好放松 然后我吸吸吸吸吸吸吸 哈喽那我现在就泡完那个温泉 然后现在在大厅lobby的那个bar那里 打算小酌一杯 这个大厅的风格超级好 就是我完全是我喜欢的风格 是有木头啊然后白色 然后还有一些绿色植物 就是很简单很环保的风格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是早上十点 然后打算上来游一个泳 这个太阳也太好了吧 我可能就不下水游了 太晒了 我发现大家都是坐在那边晒太阳 并没有要并没有要游泳的意思 早上这里看风景还不错的 打算在这里先拍一下照 我们游完泳回到房间叫一个in room dining 食物看起来也是不错的 现在是下午三点半左右 然后我们现在去那个design district的dior cafe那里 喝下午茶 因为今天早上我们游完泳 然后在房间去了一个in room dining的早餐之后 然后在楼下lobby拍了一些照片 然后不知不觉的就已经三点半了 那打算现在就去那边走走咯 我要崩溃了我太伤心了 我刚去Dior 然后他跟我们说那个cafe关了 要下个月才开 然后我们现在只能到处逛逛咯 然后看看附近有什么拍拍照的吧 我真是太伤心了 我还特意穿了一身的粉色Dior来 为了拍照气死我了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去玩Chrome Hut了 然后我们刚刚从Chrome Hut出来 吃不到那个Dior Cafe 我们在Chrome Hut吃了一个小小的下午茶 然后顺便买一些东西 现在我们打算随便吃点东西 因为我们临时买了那个晚上的球票 要去看篮球 就来到这个American Airline的球馆 来看热火还有骑士的比赛 心情也是不错 哈哈 我们进来了 好多人 我们来到里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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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里面了 去吧 看完篮球我们来到一个bar 气氛不错 有那种墨西哥的风险 那边还有很多人在跳舞 气氛不错 晓氏 这一条街叫Ocean Drive 是属于比较游客区的地方 然后这一条街上 有很多小酒吧 晚上的时候 然后气氛会比较好 虽然纽约也有KISS LA也有KISS 但是每次经过的时候 还是要进来看一下 这一条街上的街上 是属于比较游客的地方 这一条街上的街上 是属于比较游客的地方 这个还挺可爱的 像是电视机冰箱吗 现在在Lobby那里喝一杯Happy Hour的酒 因为他去的酒很好喝 然后我们打算再来一次 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要走了 这个就是我今天叫的酒 然后还有这个是小菜奥特佩 还有这个超级好吃的truffle fries 这是我们第二次叫了 第一次叫没有拍然后很后悔 所以这次特意来又再吃一次 就是他炸的很脆 然后呢又不会很油 truffle味很重 然后这是他家的饮料 他还会送这个popcorn 还有一个类似豆类之类的东西 还可以refill的 不错 这个真的是太好吃了 大家来one hotel必点的一个小吃之一 就在Lobby 明天又要回纽约过冬了 好好享受最后的室外游泳 哈喽明天回纽约啦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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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